RK寶可夢 歡迎回來 RK寶可夢模組生存啦 我是Red 今天呢 就是我們第一季的最後一集啦 大家可以看到Red身後的兩隻神鳥 就差一隻 牠們就可以全部團圓了 那在上一集呢 我們很輕鬆的收服到三神鳥之一的閃電鳥了 不知道火翼鳥是跟閃電鳥一樣好抓呢 還是說跟急凍鳥一樣要糾纏很久喔 反正什麼都好 今天就算要讓Red死100次 我也要把我們的火翼鳥給收服帶回家啦 啊對了 因為前陣子ARK有做更新啊 他的遊戲介面也就像大家畫面上看到這樣 變得非常的不一樣喔 雖然說版面變得整齊很多啦 但是一時之間我還真的是有點不習慣欸 對啊變得很有科技感 少了當初ARK的那種原始風味 但是 改版面這種東西都算是小事啦 這一次更新呢 他把ARK的不管是原生種也好 還是模組的 只要你有長翅膀 只要你會飛 你的移動速度 就都不能再增加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是我們的急凍鳥 你看 他的其他數值都還可以點喔 就是移動速度就是100% 不能再往上點了咧 對 不能再往上點了 還有我們閃電鳥也是 但是 這兩隻都還算小事啦 因為這兩隻平常都飛很快的 但是我們的老噴呢 大家應該都知道 我們老噴是飛得非常的慢的喔 你看 不過他的基礎還算不錯阿 他的基礎是有136了 他基礎就是只有136了 可是他也是不能往上點阿 我們的老噴 飛得已經夠慢了 他現在 不能再往上點 這樣我怎麼移動阿 老噴阿 你看來你只能在家裡面了 你只能顧家了好不好 哎呀 老噴你不要這樣看我嗎 我也是千百個不願意阿 誰叫ARK官方要這樣更新呢 對不對 你都最近當做養老嘛 在家陪其他的Pokemon 好好聊聊天下下棋對不對 也許如果說有第二季的話 我就會再把你帶出去阿 只不過第二季還是要看觀眾喜不喜歡阿 如果說觀眾不喜歡的話我也沒辦法了 喔這隻是叫做那個索羅雅克對不對 之前都有觀眾說 有在瑞德的影片當中看到阿 可是瑞德都沒有注意到 然後他剛好出現在我家附近喔 我們就把他收服帶回家吧 畢竟已經第一季最後一集了嘛 就是都把他帶回家 誒不要打我 誒不要打我 有話好過 誒睡著了 這麼快 呵 請問一下你現在在幹嘛 你..你..你是抽金是嗎 我們趕快餵他吧 收服到啦 羅羅雅索克 恭喜你在這一集成為我的夥伴阿 裡面有很多你的朋友阿 你可以進去認識一下 沒問題的 不要太害羞 他們都是好人 誒前方發現風神翼龍阿 之前都沒抓到風神翼龍 去把閃電鳥殺死他 不是應該要收服我才對嗎 他抓下去了 誒他被麻痺了嗎 他這邊有麻痺誒 哇 死掉了 好猛喔 他在電一下 然後風神翼龍就往下掉 來來來來 前方發現尼多王一隻阿 之前要抓尼多王都被跟鬼打死了 我要收服這一隻 尼多王 你不要去打他 你不要去打他 嚇死我了 我以為閃電你要去打他 不要打他啦 我要收服他嗎 過來過來過來 不要走阿 幹在打誰阿 還打那個欸 菊草葉 這是菊草葉嗎 好可愛喔 死了 死掉了 死掉了 尼多王阿 你怎麼那麼不經打阿 射個三槍你就死掉了 而且有菊草葉 好可愛喔 那我要說服菊草葉 來吧菊草葉 我來把你帶回家 你應該是吃肉的吧 哇好可愛喔 菊草葉 哇兩隻欸 那隻特別小隻欸 這隻也太小隻了吧 這個是你弟弟嗎 怎麼那麼小隻阿 超小隻超迷你耶 你是營養不良嗎 算了我有這隻就好了 這隻可以把他放肩膀上嗎 好像不行欸 閃電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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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電鳥咧 閃電鳥阿 閃電鳥有辦法把他帶回家嗎 就交給你了好不好 我們就把他帶回家吧 我們再去看一下其他的Pokemon 欸 前面那個不是賈賀人蛙嗎 我要收服賈賀人蛙 欸他跑去哪裡了 不見了嗎 欸他飄過來了 等一下等一下 哈哈哈 你怎麼用這種方式移動阿 好可愛喔 我要收服你 你好像很強對不對 我有看小隻使用你啦 我要收服 不要走阿 欸 你要飄去哪裡阿 他昏迷他昏迷了 快點快點餵他吃肉 忍蛙哈特利 妮妮 哇好帥喔 其實我一直很好奇耶 就是假的忍蛙 他身上這個圍巾阿 感覺很像他的舌頭欸 是他的舌頭嗎 忍住舌頭變圍巾之術 哈哈哈 自從上一集 優在森林當中遇到夢幻之後 瑞德有時候會自己上來偷玩嘛 然後就會很好奇說 到底還會不會遇到夢幻 像這種地方阿 我都會覺得 感覺夢幻就會出現在這種叢林當中 感覺眼睛都要特別的利阿 難怪瑞德近視越來越深 哈哈哈 哇這邊又是瀑布欸 哇好漂亮喔 其實講真的瑞德喜歡玩ARK 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都覺得 他地圖做得非常的漂亮 很像身歷其境的一種很美的風景 你看看 底下那個水超美的是不是 然後你看 鱷魚養得多大隻阿 就代表這邊的自然生態保育 是做得非常的好 沒有人為破壞 可以把閃電鳥 打死他 哇 死掉了 前面這個是什麼阿 我沒有看過這一隻欸 這個是Pokemon嗎 好像熊貓喔 他嘴巴上咬的那個是竹葉嗎 好帥喔 我要說服他 跑過來了跑過來了 你是魔獸世界的熊貓人對不對 他其實走得還滿慢的 睡著了 好酷喔 他站著睡覺欸 我要信服他 他沒辦法開一個道具欄欸 怎麼會這樣 所以這次不是用麻醉信服嗎 還是跟人員一樣要偷偷餵食阿 不好意思 我以為是要把你迷婚阿 好啦 瑞德已經把收服到的Pokemon 都順利帶回家了 接下來就是輪到今天的重頭戲 我要來去收服火焰鳥啦 三神鳥 就只差最後一隻了 我要來去屋子裡面看一下 有什麼東西需要再準備一下的 我身上的道具應該都夠吧 麻醉標有80幾隻 然後麻醉劍也有70幾隻 應該OK吧 應該OK吧 我去樓上看一下 樓上有什麼東西要拿的嗎 皮卡丘皮卡丘走吧 皮卡丘你剛才說話對不對 你這樣說話嗎皮卡丘 是我聽錯嗎 是我聽錯嗎 我沒有聽錯欸真的欸 皮卡丘 我玩到現在 你終於開口了 好感動喔 雖然說你平常都不會大便 但是你終於會開口說話了 爸爸好開心喔 好啦不管了 我們可以準備出發了 好啦好啦我知道你很開心齁 我們吸我們老噴出去吧 抓三神鳥 三神鳥都是他負責的 我覺得火焰鳥也要交給他 所以說你看他飛得有點慢 他現在也是全力在飛的 我Shift已經按住了 飛了那麼久 我終於看到這個紅色的光柱了 火焰鳥七七地獄我們終於到了 然後瑞德呢把我們皮卡丘放回家了 因為他沿路一直被皮卡丘 皮卡丘 聽到我的皮卡丘都啾了 受不了 我們來看一下火焰鳥有沒有在家 火焰鳥 你有沒有在家 好像有欸 那個是嗎 那是火焰鳥嗎 那是火焰鳥嗎 我盾牌為什麼一直在這邊 我的盾牌不是拿掉嗎 火焰鳥欸 好帥喔 我要找個位置來射他喔 火焰鳥 飛走了嗎 他飛去哪裡 他飛去下面幹嘛 有有有我射到他了 哇他過來了 他過來了 哇火焰鳥 哇他會噴火 他會噴火 救命啊 既然他會噴火 我就來隨便跟他打 火焰鳥你在幹嘛 你幹嘛一直繞圈圈 你的對手是我啊 你跑去打誰啊 該不會是我的噴火龍吧 哈囉 火焰鳥 火焰鳥 火焰鳥你不要亂飛 火焰鳥 喔喔喔喔喔 過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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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水 想打我 我有水到我啊 蛤 火焰鳥 我要趁他打其他Pokemon的時候偷襲他 他沒反應 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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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幹嘛啊 火焰鳥 我跳水 火焰鳥沒有用的 我只要有水在 你就奈何不了我 過來一點 過來一點 不要再噴我火了 有話好說 我又著火了 我要著火了 準備 跳水 好清涼喔 天啊 又著火了 我的天啊 我又要跳水了 天啊 我終於站到一個點 他燒不到我了 我還打得到他 你就讓我慢慢麻醉你吧 可惜的是我的裝備也被他打爆了 有點危險 加油加油 就已經差一點點了 他跑走了 他跑走了 來了來了 麻醉效果終於出來 他卡在那邊了 太爽了 他快昏倒了 89% 95了 95 96 他快睡著了 99 睡著了吧 99% 睡著 睡著 睡著了 爽啦 我要下去 來吧火焰鳥 我來為你吃肉肉 我的裝備都被你打爆了 沒有關係 成為我的夥伴 我就原諒你 嘿嘿嘿 我要收服到火焰鳥了 他有14000多滴血 哇 非常的強 而且他才一等而已 一等就有14000的血量 哇 你在不收服你 我對不起我自己啊 呦呼 收服到了火焰鳥 哇 我反反覆覆的一直跳水 一直麻醉 跳水 麻醉 跳水 麻醉 我終於收服到火焰鳥了 哇 好帥喔 現在剛好又是晚上 整個火焰鳥霸氣十足欸 欸他超大隻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們看到我在哪裡嗎 我是冷靈 在燃燒當中欸 我變成惡靈戰警了啦 超帥的 哇 從後面看到火焰鳥燃燃燒的光芒 這就是陪伴我們熱血童年的神奇寶貝啊 好啦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RED第一季的寶可夢模組生存 就在這一集告一段落啦 那非常謝謝大家一直以來 對RED影片的支持 不管是寶可夢生存 或是其他系列的影片 都會看見許多熟悉的觀眾 那至於第二季呢 RED目前還在規劃當中啊 詳細會開始製作的時間呢 還不確定 但如果說你希望RED 再繼續製作第二季寶可夢生存 就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吧 也記得幫RED按下喜歡 跟大力分享這部影片 或許第二季 很快就會被大家召喚出來囉